回来摄影学会7月份应文化学的邀请 在美术馆举办了年度的会员连展 这次是以美丽新世界为主题 展出将近有80幅精彩作品 包括了国内外的山水风光 人文风情 自然生态 舞台烈影 还有异象及抽象创作等等 多元又具有视觉的可关系 历岸满11年的回来摄影学会 在历届理事长和会员们的努力之下 已经成为花莲的摄影艺术交流团体之一 今年7月份应文化学的邀请 在美术馆一楼第一展览室 举办了109年的会员连展 以美丽新世界为主题 将会员们近年来的精彩作品呈现给大家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美丽新世界 也就是说用视觉的眼光来看一切 我们世界上最美的东西 然后我们这次的展览 包含了很多的一些 除了风光照以外 还有异象抽象的摄影 还有很多的总共展出了73幅的作品 这次我们的协会的会员 在经过的这两年的外拍活动 或是自己的创作来创造出 他们这次的把最精美的作品出来 我们每个月都会安排两次以上的活动外拍 鼓励所有的会员能够参加 能够增加一些交流 也能够拍出更好的作品 另外说我们每个月的夜底 都会办理一次的学术研讨会 借着所有的会员的作品 他的一些参加荣前也好 或是我们一些比赛 能够看到学员的作品的进步 然后也让他们在这个当中 彼此能够交流 那个老师也会做一些评译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他的拍出来的作品 哪些是缺点 哪些是优点 让我们都彼此能够相互的成长 回来摄影学会这次展出 80件作品和大众分享 精彩诠释了会员摄影艺术创作的 努力成果 作品包括国内外的山水风光 人文风情 自然生态 舞台列影 意象 还有抽象创作等等 多元又具有视觉可观性 也欢迎喜爱摄影的民众 可以前往美术馆参观欣赏 这里会幻视报导